发生在今天清晨5点20分左右 在桃园市天翔六街发生了一起民宅火警 虽然消防队已经从屋内救出两人 但是还有祖孙三也是命丧火窟 想请我们立刻连线记者林薇凡 薇凡 好 主播 各位观众 桃园市的天翔六街的一户民宅呢 在今天清晨的5点20分是传出大火 那火势延烧是到一发不可收拾 那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现场的还是黑烟弥漫的状况 那消防队员赶到之后呢 立刻是从火场当中救出一对夫妻 那他们呢是仅有轻微的呛伤的情形 那只是呢在二楼往三楼的楼梯间呢 以及那二楼后侧房间 还有三楼的客厅呢 是找到了已经没有生命机箱的三人 分别是65岁的阿嬷及 以及那个两名一男一女的孙子 那根据消防队员表示呢 就是因为在半夜发生了火警 那可能呢因此没有注意到 才延迟了报案的时间 那才会造成这起呢 祖孙三人命丧火窟的意外 那不过呢 详细的起火原因 相关人员也都还在调查当中 以上是目前最新情形的出国 好 谢威反 我们看到呢 陶渊明宅在清晨传出恶火 结果呢 很可惜的是 祖孙三人命丧火窟